各位,你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还是成功者呢?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失败和成功的时候 而且都希望自己做什么都能够成功 但是往往并非如此 特别有些的失败是我们很难去接受和承受的 比如说工作不顺利,考试没考好 婚姻的破裂 至今还没有找到配偶或者没有孩子 牧养和教导没有过效 激情的做一件事都没有进展 有恩赐却无法发挥最大的作用 或者软弱和罪恶叫你一直走不出内疚和羞愧感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失败 甚至很困难的去接受 但是不是所有的失败都是不好的呢? 其实神在我们的失败里有话对我们说 首先神告诉我们 失败是叫我们得着谦卑的心 我们可能取得成功 除非是神赐予极大的恩典 否则是无法做得到的 但如果一个人取得一点成功后 而开始说我就是某个人能做得到 这显明他受到夸耀的试探 倘若我们是一直渴望成功 这意味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 可能无法忍受魔鬼的试探了 在路加福音四章五到七节告诉我们 魔鬼是如何的试探耶稣 这里说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下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归你 各位 因人有罪性 人是最容易被撒干以骄傲所半叠 只要自己一点点的成就 就会骄傲 以别人的一点点称赞 而沾沾自喜 不将荣耀归给神 而是将荣耀归给了自己 圣经有个例子 叫西西加王 他是因为骄傲 就将国中的财宝 军力展现给巴比伦的使者看 以至于后来被巴比伦所灭 所以骄傲使我们忘记神 不看重神的话和儿女的身份 那是将自己的位置抬高 神不喜欢这样的人 所以他伸手将骄傲降为悲 在圣经里 撒沐尔记下22章28节这样说 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 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 使他降悲 各位 我们的失败神会拯救 但失败也是叫我们能够谦卑的 因此 我们的失败更是要感谢上帝 让我们免于败坏与跌倒 因真言16章18节说 骄傲在败坏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所以当我们失败时 神将我们再次了解到 他才是唯一的来源 除了神以外 我们什么都不是 另外 失败是将我们得着怜悯和盼望之心 当我们只要想有掌控力 我们就不需要救赎者了 我们就会以为自己的能力和方法可以做得很好 像是彼得 他认为自己是可以掌控 所以他很有信心地说 我可以为主下奸 同主受死 也是甘心 但直到主被拿走之后 当他遇到很实际的压力和害怕的情况时 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否认主三次 对彼得来说 那是一件很痛苦的失败 有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 自己到底多么的软弱 多么容易受到试探 直到我们遇到困难和失败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自己并不坚强 也发现撒旦是多么有能力 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告诉彼得说 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 但耶稣在32节说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这是主的话了 他的话不仅给我们蒙灵敏的心 也赐给我们新的盼望 所以虽然我们有软弱 撒旦也一直要摔我们 但我们不是停留在痛苦的失败 而是更加依靠主 让主成就他的美意 然后得着主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再次从失败转向主的信实 成为其他人失败的安慰和力量了 那最后 失败是教我们学会反事都充足 保罗在菲利比书四章那里教导我们 他时刻需要被主基督加强 以便能够忍受一切好与坏的事 他说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所以各位 无论我们的生命遇到成功或失败的事 我们都需要在基督里保持满足的心 当我们成功 我们仍然以在主里的丰富为满足 当我们失败 我们以主的恩典为满足 若我们没有学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小小的成功就会被试探 这是很危险的事 不久前 我很喜欢的一位基督徒歌手 由于他变得很成功 但却开始越来越与世界妥协了 而得到了很多不好的反馈 所以一个人是无法独自承担成功 所带来的试探 他可能被成功的优越感 不忘记上帝 甚至到离开神的地步 所以我们要学会 凡事都充足 因主在逆境中 显出他实际的帮助 在缺乏中 也实际的供应了 弟兄姐妹 所以失败是好的吗 若失败是为我们打开一条新的道路 引导我们不陷入试探 然后盼到主给我们的荣耀的使命和盼望 那是好的 在此 无论我们是成功或失败 都不是最重要 而是最终有没有转向主 带来福音的好处 但愿一切的荣耀 不要归于我们自己 乃因主的慈爱和诚实 归在祂的名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